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我有不得不对的压力 第二个很多同业他们跟我讲说 谢老师你破坏整体游戏规则 哪有人连股票不止股票不用遮 连多空防手价都在节目当中 讲得这么清楚 讲得这么明白 那当然你认为我的用意是什么 基本上因为最近真的有很多投资朋友 想要改变战术策略 带枪来投靠 你们带枪来投靠 你们一开始一定去complain说 你们老师真的有够会骗 每天只要涨的时候就讲基本多单大赚 跌的时候就说基本空单大赚 反正每天都赚 结果等你们加入之后 应该是每天赔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说你们会不会对投靠 产生一个所谓的怀疑 这是为什么我的节目名称 叫做一个所谓的未来事件簿 我先让你们在节目当中事前免费验证 就像我请问大家一件事情 我昨天只跟你讲两档股票 而且我完全没有尝试 一档就是东洋的多空防手价 一档是3289的宜特 那我就要请问大家 今天宜特有没有大涨 今天东洋有没有来到 我所要的一个所谓空方防手价 而且完全命中 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跟他强调 你这样成为市场上面赢家 你一定要知道主力做手操作 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 每次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至于又开始要睡觉了 就像我讲坦白 你们要睡觉 我每次听到你们问的问题 我更想要睡觉 昨天问我季线会不会过 今天问我今天成交量 就只有700亿 到底该怎么看 基本上我说过了 现在连季线在哪 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主力心态 我只知道周线月线关键价 就像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也就跟你预告 上个礼拜五我就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所谓的多 结果这一个礼拜二 第一个交易日 我请问大家 如果你不知道主力做手的方向 你礼拜二开盘那一刹那 你的压力会不会很沉重 你可能希望说柯P 再让我多放一天台风假好不好 即使你是住在高雄 柯P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又没关系 只要你们台北放假 我们跟着放假 可是当你拥有主力心态 在礼拜你绝对不会做出方向 因为很简单 礼拜是开低之后很贼 这个主力真的很坏 还要往下走低 开低大家会先看 可是当他往下走低的时候 你可能受不了 把你的多单全部停准 反手放空 可是我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跟你预告 我说礼拜一 这是盘中的一个最及时的 一个所谓的证据 主力心态 它都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 这是礼拜一 我所email给三立财经台 盘中连线的一个所谓质卡 只有礼拜一 有没有收在最高的一个高点 那礼拜一 我一样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还是多 只有礼拜二 礼拜一 我们是礼拜二开始 礼拜三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还是多 只有礼拜四继续往上做 一个所谓攻坚 那礼拜四也就昨天 我一样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还是多 好 那重点就在这里了 那么今天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状况 我们又把同样一张字卡给拿出来用 叫做留意回马枪 为什么要留意回马枪 因为很简单 今天的一个所谓收盘 心态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什么 由多 我的心态怎么不见了 今天收盘的时候 心态是标标准准的由多 转为一个所谓的空 那既然由多转空的情况之下 代表下个礼拜 那老师那我知道 下礼拜要大跌 你大错特错了 我请问各位 这个礼拜就只有三个交易日 今天是礼拜五收周线 周线是维持着一个所谓的红灯 周线是维持红灯 所以说如果礼拜一开低 它是你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所谓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至于这个机会点 到底是落在何处 不好意思 你们每天看我的节目 你要有本事去找到 这些空间理论 找到时间理论 你要有本事 懂得这些价位到底该如何计算 因为这价位有多么样重要呢 就像我 就像每一个人第一次看我节目 你们会觉得蒙蒙懂懂 为什么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 我所强调都是价格的理念 那在这价格理念当中 你自然能找到 每一档股票的一个所谓趋势跟方向 我们已经在跟大家报告 我都操作很简单 月线红灯你做多 月线绿灯你全力放空 那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课程里面 你还没拿到课表的 打电话进来索取 在课程里面的话 我们有教你如何去计算 周线月线关键价 为什么你需要知道周线月线关键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不会犯了追高杀低的 一个所谓坏毛病 就像当时在9700 我们跳快一点 9700跟你预告波段起跌 我不是乱讲的 当时的字卡我保留着很清楚 为什么那时候跟你预告波段起跌 因为月线绿灯 来到9300也要跟你预告 月线还是绿灯 甚至于来到8968点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是跟你预告月线还是绿灯 你不觉得吗 股票市场就是这么样的 一个所谓简单 它有涨 它有跌 可是我发现一般投资朋友 都是一模一样 多投格局 每一个人都超级会赚的 你可能赚了200万 你可能赚了300万 你可能赚了1000万 可是当你遇到空投格局 不用一个月的时间 你会连本带利 把你之前坦的全部投回去 我这样说得对吗 那重点就在于说 你没一个很坚信的 一个所谓信念 我只要请问大家 这一波有哪一个老师 从5月30号 一路空到8月24号 连2882的国泰金 2823中售都不放过 就是我卸温吗 我为什么那时候 我这么坚持放空 你自己想想看 当时我这些股票 7月31号跟你讲 一模一样 这些股票完全都没有改变 可是这一段的下杀 如果你没避开 郁金光你没避开 不好意思 郁金光 恭喜郁金光今天亮灯涨停 你可能只能在旁边流口水 现在涨停一直是10% 因为你早就被营业员 请出去喝咖啡了 你需要搞这样子吗 可是当时我都有提出 我的一个所谓警讯 因为我的节目叫做 未来世界部 然后请问大家 当时第一段跟你讲 放空的一个标的 有没有党党股票都命中 郁金光从84.4跌到39块钱 今天大涨的6285的起机 也从87.8跌到54块钱 而这些股票 我都有在节目当中 事前跟你做预告 事后你都得到完整验证 结果再变 从5月30号 一路空到8月28号 那我请问各位 我可以享受这个大胜的奇迹 然后告诉你任何反弹都是空点 可是很抱歉 我带领我的会员 我们今天只要有钱赚 我们就会不择手段去赚 结果来到了828的时候 我们给你预告 月线已经转为一个所谓的红灯 我给你火速召集令 我请你多头召集令 代表什么 代表我从之前全力看空 之后来到828 我告诉你我全力做多 这种转折 有哪一个老师做得到 当时来到了8300点 很多老师 很多投资本套一屁股 那时候头顾老师只会告诉你 融资减肥不度 大鱼大盘下跌不度 要报复性上涨 结果跌到7000点 每一个之前看多的 然后开始给你看空 那更可恶的是什么 之前跟你讲会大涨 结果跌下的时候 他跟你讲要空在最高高点 那能不能拿出 像我这么样solid 这么样扎实的证据 那多头召集令 一出来之后 就如同当时我所放空的标题 我一样在节目当中 我真的我真的 我完全都没有常识 我请问大家 第一档三四七四的华雅科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人一档股票 他可以先放空 后做多 你能找到吗 2448的一个所谓金电 先放空 后做多 再放空 那我为的是什么 我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样的累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你们需要钱 因为你要了解 现在剩下四个月的时间 就要农历过年了 你们需要钱嘛 那一个老师 他当他看得懂方向情况下 他本来就要顺着那个方向去操作 就像当时的华雅科 45.8 好怀念喔 好怀念喔 有没有很怀念 45.8 证据在这里 心态由多转空 告诉你放空 来到22块钱 告诉你回补 先跌了 五支跌停板 之后来到19块钱的时候 告诉你 买买买买买买 为什么要买华雅科 你要了解我的一个所谓操作的一个逻辑 之前放空它是因为主力星太空 外加月线绿灯 结果之后 我是跟你预告 从1月8号以来 我第一次看到华雅科 既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 买进的一个所谓讯号 结果华雅科 买完之后 有没有再大涨30个percent 甚至于包括生技股的4162的事情 我只要请问各位 当时买的时候在157块钱 结果来到了这一天的时候 接近我要卖的卖点227块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我当时讲得很清楚 我今天我的多空线 不是你们的月线 不是你们的季线 也不是自愈多空线 也不是自愈可爱多空线 重点 这些多空线是根据每一家公司的股本 下去做计算的 根据股本 根据获利能力 根据股东结构 下去做计算的 所以说我跟你讲说 来到这条线 你一定要出 你一定要出 结果呢 出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讲 有没有跟你讲很清楚 那你现在去买生技股 你赚得到钱吗 你现在买生技股赚得到钱吗 当然赚不到 可是光一档4162的事情 你买个十张 你可以大赚70万 我有跟你预告 我真的有跟你预告 不是等涨上来的时候 不是等涨上来的时候 随便画个箭头 跟你讲说买最低 哇一根上去 我当时每一天的证据 我都给你看 对不对 好 来到了这一个月 来到这一个月 看清楚 基本上 我这一个人就是这样子 就像今天有人问我说 老师 今天大力光找100块 你不准 是你不准 不是我不准 我待会慢慢证明给你看 这一个月 我在上个月的月底 也就是三天前 我就跟你预告过了 我说因为大盘月率 可是OTC越红 所以说量一定会缩 没错吧 我一跟你预告量会缩 所以说今天700亿 你不用怀疑 那量缩的情况之下 我给你一些建议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能买 你今天你要成为 Hunter 或是猎物 或是猎人 重点就在于说 你能不能了解 每一档股票 它的一个所谓的节奏 你能不能了解 每一档股票 它的未来走势 这是为什么 那时候我跟你预告 这些股票月线 全部都是绿单 我个人操作很简单 我不会带会员 去买月线绿单的股票 我跟你讲的很清楚 我跟你讲的非常非常的 一个所谓明白 那请问大家 你知道我点完名的 这叫大力光 其实大力光 你看有这套系统多好 你可以看到主力心态 在3484块钱的时候 有多转空 就一路下一路下一路下 全部都是一个飙飙转转的空 怪不得大力光今天的股价 还在创波段上面新低 同样这档股票 叫2454的联发科 很多人这一波 看很多投顾节目 很厉害 联发科 每一个人都买这边 就跌下来没要追踪了 那如果你知道 他主力心态 他是空的情况之下 你会把反弹当中回升吗 这是我强调重点 你们每次挂都挂在乱抢反弹 那我请问大家 你手中有联发科的怎么办 你能回答我吗 你手中联发科 之前老师有介绍啊 结果跌下来之后 每人在节目当中 在跟你讲联发科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联发科继续杀下去呢 如果大盘跟OTC全部转回绿灯 他就没机会了 他就完全没机会 因为主力心态 他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同样3673的TPK 陈鸿也都是一模一样 那时候跟你预告的时候 还有88.8 我说主力心态空 而且你看到一个箭头 箭头 箭头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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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针啊 箭头往下的一个讯号 结果呢 陈鸿有涨吗 就是不会涨 甚至包括2448的金电 我请问大家 有涨吗 好 所以说 你不要把那一些 跌升的股票 当做一个所谓回升 月线绿灯 外加主力心态空的 你反弹到月线观察 一定要出 好 基本上 我说过了 我这一个人的节目 给你全新的感觉 我前几天 就跟你预告 大力光 它的月线就是绿灯 那今天大力光涨100块 正常啦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看空的头顾老师 看到大力光涨100块 他不敢讲 然后从来没有讲过大力光的 他又告诉你 大力光第二只脚已经完成了 我告诉你 这两个答案都是错的 直接看张字卡 今天大力光涨100块 对不对 月线关键价 我线温没有遮 想办法去强化 你的专业知识 2788 是他月线关键价 再一遍 反弹到月线关键价 你一定要出 连他的空方防守价 我都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明白 再一遍 既然大盘月线 它是绿灯 OTC红灯 代表这一个月 它是亮说 那亮说代表 有的会涨 有的会跌 那么你要怎么样 在这当中去寻找到 真命天子 再一遍 这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 我所跟你讲的字卡 我说过了 一般头裤老师 只会告诉你 你看我1319东阳 我谢文恩叫东阳谢 超级厉害的 我买完之后 收到35块钱 他们只会讲到这里 那你看到这样的节目 隔天去抢东阳 你马上逛 对不对 因为今天东阳 是开高走低 那我请问大家 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有没有提出我对你们的爱心 我有没有提出我对你们的保护 我在昨天节目当中 有没有跟你预告什么 多方防守价 34.15 这昨天麻烦去YouTube调一下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我可以每天告诉你 我买最低 我每天卖最高 我每天告诉你 我大赚 我今天我的会员 又赚了100多万 1000多万 有没有很心动 至于在点头 当然很心动 我连我都心动 我连我都想要入会 可是相信我 等你入会之后 你又会来找我带枪投靠 你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么样的复杂 重点是说 在于说 如果说每一个头顾老师都这么样厉害 会飞天正地 大家就背天正地 讲给我看嘛 有没有看 昨天你写这东西 你看 我没有车 我没有车 结果呢 今天要干嘛 再一遍 35.83 老师你不准 我真的我觉得我也不准 因为今天东阳最高的高点是 35.85 所以说差了0.02 甚至有同志们有说 老师啊 为什么算算是3 什么15 我告诉你 这是用骗脑算的 或是你把我们课程拿回去算 算算真的是这个数字啊 我们手机板在正下方有这个数字 会给你预测 每天的一个所谓多空防守架 那我看一下哦 今天东阳最高的高点多少 35.85 昨天给你预告35.83 那要干嘛 白 前天入会张先生 买不多 之前参加太多头部老师 输得没钱了 他买10张 一天就2万块了 完全不用费功夫 好 第二当股票 我还是想一件事情 你们还在用一次大战的武器吗 现在是21世纪 是21世纪 就好像 算了啦 不要讲我们国家的东西了 就好像你还在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武器 来面对21世纪的转折吗 我告诉过你了 什么叫一次大战的武器 你选到这样的你完蛋了 事后告诉你 他的软体都在大战 每天遮股票 或者每天送资料 这是最要不得 这三样东西最要不得的 如果告诉你软体大战 代表他会员根本没有做 等同于他就等收完盘之后 把东洋溢出来说 你看东洋我们买最低 到最高我们赚了1000多万 不然就是每天送资料 因为客户全部死光光的才要送资料 我说过了 今天我的节目叫未来世界部 我会让你先验证 昨天我只跟你讲两档股票 一档叫做1319东洋 一档叫做3289的宜特 没错吧 我说你仔细观察 宜特他的一个所谓的获利能力 从1.02跨称到2.51 这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 我所跟你做预告 预告完之后我也跟你预告 昨天宜特回档 我们做一个所谓买进的 一个所谓动作 可是昨天宜特 我没有跟你讲多框防守价 那我请问大家 那今天宜特有没有大涨 从89.7到今天102块 你买个10张 一天能大赚10 12万新台币 我没有事前跟你做预告 我没有符合未来事件部 事前给你做预告 事后让你得到一个所谓完整整的验证 而这些奇迹都可以发生在你身上 重点你一定要用对工具 甚至你可以把我卸文当作工具来做一个使用 那你要怎么样掌握呢 很简单 好把握我们现在10月围城的大计划 让你一加一大鱼山抢救你手中的孙中山 不只要抢救你的孙中山 我们还让你的孙中山大幅度的放大 那我跟大家凭什么打电话进来找我 很简单 我之前从5月30号到8月24号 放空的每一档股票 在节目当中都给你做预告 第二阶段的多头召集令 做多的一个所谓标的 华雅克从之前放空反手做多 金电从放空反手做多 再放空也都给你做了一个所谓完整的报告 更重要重点 为什么一加一一定要大于三 你说老师数学不好 因为我希望你跟我们操作过程当中 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一个所谓宝贵技巧 一并把主力心态课程带回去 学习如何去计算多空反手架 学习如何去计算主力心态 好 下一节节目很有趣 那为什么今天东洋要卖宜特不卖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 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 老师你要跟其他老师一模一样 等一下说卖最高 没有这种事情 那种下三难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 还有哪一些股票可以特别留意 先休息 下一节我会给你一个瞠目解释的答案 是 好 非常谢谢文文哥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据全球视野的操盘团队 才能驾驭股海财富浪潮 华信投顾 真心照顾 速播领航专线 02-2392-3988 2392-39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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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用 快来太和工房好理商 Speaker 我问您哦 您都干什么表现爱我 Souui di 为他薄我们 Cheo 口氣要香水 讓它香噴噴 鄉舜 妳咧 我愛她的方式是 十月的時候 佩嬌樂營業用 承擁使用白教水 嬌樂白教水的款式很多玩喔 既有行動裝置QR Code 嬌樂 掃描繳款書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入圓 真知悉吧 知悉 嬌樂白教水 建設地方好幸福 好 歡迎回來 萊文哥 要讓大家瞬物結舌的是什麼 好的 那剛剛廣告時間 自約之問說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昨天你東洋跟我講空幫防偶像 以特沒跟我講空幫防偶像 那為什麼你今天東洋要賣 為什麼今天以特不賣 對 為什麼 好 來再一遍喔 其實我是一個很努力的老師 我講坦白的 我為了研究主力的軌跡 因為主力 主力把你們當獵物 我把主力當獵物 主力是很聰明的 你知道好像那種什麼 異形戰士一樣 它會隱形 你知道嗎 我追蹤它追蹤了十幾年 我不再跟你開玩笑了喔 我為什麼能發明主力心態 等同於主力的外衣 它隱形成全都拖光光給你們看 我又找到一個非常神奇的武器 叫做主力盤中 它最重要的特點在哪裡 它即時偵測主力盤中的多空方向 主力盤中它有獲利了結 短線獲利了結的時刻啊 你懂我意思吧 那你要藉由主力盤中 在我們軟體裡面 電腦版軟體裡面 下面有一個方形叫主力盤中 它會告訴你主力作手 目前它到底這張股票 它是偏多外偏空 來看一下 為什麼東洋要賣 很簡單嘛 你自己看主力盤中 來導播放到這個區塊 主動買的部分 它只有3197 賣的部分高達4282 等同於這個大於這個 賣大於買 所以導致於今天東洋往下殺 很簡單 那同樣3289的宜特 剛好是顛倒喔 它今天買盤是2072 賣盤是1237 這是為什麼宜特 能拉出一根長紅看 最主要的原因 Do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不懂沒有關係 把我帶回去 不要把他帶回去 不要跑來3197拿我電腦 把他帶回去 你自然就會有一個完整的答案 好 那你說有沒有類似像 宜特這樣的股票 可以扎扎實實的往上走 很簡單 一定要從基本面 來做一個所謂複製 我講短白 這家公司 基本面比宜特還好 為什麼 人家宜特毛利率也才三成 這家公司是國 從今天營業沒有在那裡等 margin 它的營業利率高達30% 而且是月線紅燈 外加主力性太多 而且股價才肝臟上多空線 所以這家公票 它是具備一個非常重要的補漲氣息 你一定要好好掌握 說老師 你不是說股票不用遮嗎 對啊 股票不用遮啊 這家公票 因為我會員還沒買 所以禮拜一我們一起來買 那還有什麼股票不用遮呢 繼續看下去 這一檔叫做1319的東洋 我昨天跟你預告這個價位 命中 今天東洋得逃災 如果禮拜一來到這個價位 怎麼辦 停損 我買給你看 好不好 我真的買給你看 我這個人做事是有我的誠信 那同樣 3289的宜特 這邊寫天島的 空方在上面 空方往我價105.48 多跑價 怎麼跑出這個小人 倒不開頭 就這樣跑出這個小人 跑出一個小人 來到9X.45 來到多跑價 我會加忙買進 因為你不需要幫我抬轎 所以說這邊的價位 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東洋 還有我們即將去卡位 那一些毛利率 營業利率高達三層的 一個所謂神秘標普 因為只有當你掌握到一切種種 你自然就能掌握財富 那同樣416的事情 你們不要再問我了好不好 我當然希望說 迪奧東洋 追到東洋線 跟華雅科一模一樣 華雅科迪奧東洋線之後 往上做一個談生 不過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掌握財富 好好把握 我們現在1加1大於3的 一個所謂大機會 是 今天非常謝謝文哥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這是今天未來事件部 我們下個禮拜一再見 拜拜 我們下個禮拜